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老师要给大家讲一讲传统节日 那提到传统节日呢 大家立马就会想到中秋节呀 春节呀,这样的一类节日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韩食节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文章的一个学习目标 说第一,会写本课的生字 第二,正确流利的朗读古诗,并背诵古诗 好,第三,体会诗中描绘的情景 领悟诗人,思想感情 好,首先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韩红这个人 那说韩红呢,他自君贫南洋人,唐代诗人 那说到这个字呀,同学们 古代的人呀,他普遍都会有字 啊,或者是号 那字是一共别人来称呼他的 那 韩红,他的字就叫君贫 韩君贫 啊,是我们现在河南南洋啊 以前也是南洋啊,名字没有变 唐代诗人,接下来看第二个说 大力十才字之一 诗笔法轻巧 写紧别致,在当时传颂的很广泛 他的主要作品有韩君贫诗集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韩时节 那韩时节曾经啊,这个诗人卢相说过说四海同韩时,千秋为一人 这一人说的是谁呢? 其实呀,就是啊,歌谷奉君的戒子推 啊,说在春秋时期啊 啊,说公子小白 啊,就是崇尔 他在流亡期间 哎,带着这个谁呢? 啊,戒之推啊 当然也有人说他叫戒子推 戒之推都可以啊 说带着这个戒子推 然后一起流亡 那他们流亡到一个山上 那个山上呢,是没有东西可以吃 哎,大家都快要饿死奄奄一些的时候 这个戒子推 于是就割了自己腿上的一块肉 哎,然后给了他的老板吃 哎,他的老板就是谁啊 崇尔,是不是 然后呢,后来这个崇尔他度过了这一劫 回到了晋国 并且呢,啊,做了晋文宫 哎,后来呢 他就开始要奖赏那些之前对他有恩的一些人 可是他却忘记了谁呢 这个戒子推 哎,这个戒子推后来也没有在意 于是他就隐居起来了 隐居之后呢 后来呀,这个崇尔他就想到了自己居然怎么样呀 忘记了自己的大恩人戒子推 于是呢,啊,他就想尽办法 想让戒子推从那个山上不要隐居了 出来帮他,出山帮他 可是呢,这个戒子推呢 他说,哎,不言路啊 没事没事 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但是崇尔心里过不去 于是呢,他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呢,就是用火攻山 希望能把这个戒子推用火给攻出来 结果呢,这个戒子推他临死 他都没有出山 他跟他的母亲活活的被烧死在了山上 从此呢,这个崇尔他就规定 这一天不能见烟火 完全是为了纪念戒子推的 后来我们就把这一天作为了寒食节 寒食节什么意思呢 就是浸烟节,冷节,白五节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一天不能生火做饭 只能吃现成的食物 所以呢,在这一天大家都吃冷食 后来呢,我们在后世的发展中 逐渐增加了寄扫,踏青,促居,斗鸡 等这样的风俗 那其实寒食节也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 因此离得特别近 所以我们现代人就把两个节日合并为一了 好,那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本课需要大家会写的几个字 首先第一个字是猴,猪猴 再来看多音字 散,分散,散,散漫 在这里呢,是一个多音字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来看一下整篇文章 说,寒食,唐,寒红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欲柳鞋 日暮汉宫传蜡烛 青烟散入武侯家 好,在这一块呢 寒食东风欲柳鞋 有的同学也可以读成侠 为了押韵起见 当然读成鞋也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来逐句来分析一下 说春城其实就是春天的京城 那唐代的京城是哪里呢 就是长安在现在的陕西西安 春城无处不飞花 就是到处都有很多的花朵 无处不双重否定句 就说明啊,此时正是花朵开放的季节 寒食东风欲柳鞋 欲柳,柳大家都知道是柳树 前面加一个玉字就证明是皇城里的柳树 我们知道皇帝他吃饭的地方就叫玉膳房 是不是,皇帝他的批改作折的地方就叫玉书房 总之前面都要加一个玉字就代表了皇上 皇城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说寒食东风 在这里面看到这个东风 我们知道春天呀 他刮的风实际上就是东风 那到了夏天刮的风就是南风 秋天刮的风就是西风 冬天刮的风就是北风 所以呢在这块我们如果一篇文章里面 我们判断不出来是什么季节的话 但是我们直接看到东风我们就知道 诶,写的是春天 说寒食东风欲柳鞋 在这一天呢,寒食节东风吹拂着皇城里的柳树 我们可以看一下句子的大意 前两句都是在写井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两句话 说日暮汉宫传蜡烛,清烟散入武侯家 日暮就是已经到了晚上了 汉宫就是汉朝宫廷 这里指的是唐代皇宫 哎呦,有的同学就有疑问了 为什么一会是汉一会是唐 哎,等会老师给你解释 好,说日暮汉宫传蜡烛 大家都在传递蜡烛 为什么要传递蜡烛呢? 啊,因为当时有一个习俗 啊,有一个习俗 这个习俗呢,就是皇帝他会 啊,就是在这一天 他会去 就是会去赏赐他身边的一些宠臣 啊,传蜡烛 啊,就是传到你身边 那就是说明,哎,对你比较宠爱 啊,对你这个人比较宠爱 啊,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俗 清烟散入武侯家 呃,武侯就原本指的是东汉的五个大官 这里饭指的是王侯贵族 哎,这时候从王侯贵族的家里啊 会散入一些烟物 那我们知道在寒食节这一天 实际上是不允许有烟 啊,不允许有烟的 啊,因为这一天要吃冷食嘛 那为什么武侯家 为什么这些王侯贵族他们家 会有清烟散出呢?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说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就指的是自然节气 啊,成就是指的是人间都役啊 就指的是长安 刚才说过了 呈现出无限美好的景观 嗯,然后在这块无处不 哎,双重否定构成肯定 形成强调的语气 表达效果更强烈 有效的烘托出全城皆已沉浸于浓郁的 春意之中的一个盛况 那我们在这块双重否定句 改肯定句是我们六年纪啊 一个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陈述句 改成双重否定句 这样子呢? 其实啊,一个原因就是 双重否定句 它会比陈述句的语气更强烈一些 就像反问句 它会比陈述句的语气更强烈 所以在这一块啊 用了无处不啊 来描写当时的那个盛况 好,非 不非话 非就是一个动词啊 动态描写表现的春天的勃勃生机 说明了诗人在描写时 描写时续时措辞非常的严谨 用的非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非字改成落字 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好,接下来再看第二句 说韩石东风玉柳邪 将节令与宫廷景物与黄恩连结为一体 啊,这里就说到了 当时韩石日有折柳 啊,折柳之插门的一个习俗 同时清明这天皇帝还要降职取 于柳之火赏赐敬臣以示恩宠 所以诗人在无限春光中特地捡取了随东风漂浮的玉柳 啊,这是皇帝他送给他的宠臣的东西啊 啊,再看这一句话 啊,描写长安暮春的一个景色 那,暮春在这一块 我们知道,其实春天呢 它分成了三个时间段 首先就是初春啊 然后是种春 种春,这个,这个种 也就是春天正盛的时候 紧接着就是暮春 暮春就是春天已经要结束 然后那个花啊,什么的 它都要落了啊,暮春 好,接下来我们看后两句说 日暮汉宫传蜡烛 日暮交代了时间 更有转折之意 啊,接下来引出了事实 说,啊,寒时节普天之下 一律尽火 可皇宫例外 除了皇宫,皇弃宠臣 也可得到这份恩典 所以在这块,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里面有一点点的讽刺之意 啊,作者啊,他在讽刺这些王公贵族 啊,这就是很明显的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意思啊 啊,这个船啊,用的是动词 不但写出了动态 而且意味着挨个儿次语 可见封建等级次帝之森严 啊,好,接下来说 清烟散入五侯家 清烟散入 我们可以看到 展现出来的一幅宫中走马传竹徒 啊,使人如见蜡烛之光 如闻清烟之味 如听马蹄之声 并体会到了更多的言外之意 家家尽火而独有汉宫传竹 那,在这一块 武侯讲的就是 优先享受特权的王公贵族 所以在这块,说中唐以后 宦官专权的政治弊端 中唐就指的是唐玄宗 啊,也就是李隆基 啊,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唐朝进入了一个中唐啊 唐朝我们总共分成四个时期 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那么在中唐之后呢 那,宦官专权啊,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啊 当时这是非常扰乱当时的一个政治的 所以在作者在这一块 其实他是含有讽刺之意的 那,发现了没有 含有讽刺之意 所以他能直接去写唐吗 是不能的 所以他是戒汉玉唐的 是不是回答了刚才老师提出的问题 啊,为什么是唐朝却要写汉宫 所以在这块就体现出来了啊 就是戒骨讽金 啊,戒骨讽金 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句话 就是对夜晚皇室礼俗的描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里面的一个主题 思想 说韩石描绘了韩石节的景象 由白天写到了夜晚 重点写夜晚 以汉玉金流露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 好,来看一下文章的一个归纳总结 先写白天 写白天 它的一个盛况啊 有飞花,有东风,有柳鞋 非常的美啊 因为是春天嘛 然后再到傍晚 傍晚是 啊,皇宫里面 传蜡烛啊 清烟散呀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 啊,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啊 说尖解是加点的字 再说说诗句的意思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石东风欲柳鞋 春城,刚才说到了 它的意思就是啊 春天的京城 此处指的是长安 那我们有时候呢看到这样的词 我们可以拆分法 春指的就是春天 城就指的是京城 连起来就是春天的京城 然后玉柳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 可以去解释一下 玉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哎,对了 刚才说到了 是皇城里的 柳就是柳树 皇城里的柳树 那诗句的整体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说木村的长安城处处柳絮飞舞 落红无树 寒石节东风吹拂着皇城里的柳树 嗯,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景象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类题 经常让我们去描述一下诗句里某句话 啊,它的一个美好意境 哎,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只需要 去把自己的语言组织 哎,可以把用优美的语句 把当时的那个情境描绘出来就可以了 啊,那 这是我们说的是这类题 好,接下来再看 啊,问答题 说这首诗描写 木村景象的诗句是哪一句 哎,我们知道 描写景的就是前两句 啊,讽刺的 啊,描写夜晚的景象 讽刺那些王侯贵族的就是后两句 啊,所以在这一块 啊,先是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时东风欲柳邪 接下来就是日暮汉宫传蜡烛 清烟散入武侯家 再看第二题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 汉宫,哎,对 汉代 实际上写的是唐代 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 好,那今天我们这首诗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